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好 昨天我们招待了四位江西卫士的门面担当 咱们的餐厅的名声也已经开始响当当了 名声大噪了 所以今天我很期待 到底是哪个朋友来我们餐厅来用餐吃饭呢 吃的没错 搞定它 说头 搞定它 你好 我们这边是年味饭桌 你好 我是杨纯 我是一名锦票 我想能不能订一个新年的 晚饭 因为我想请我的两个好友 然后他们也是锦票 我是江苏 然后我的朋友 有一个是内蒙古的 另外一个是二款的 有什么要求呢 我想 有没有鱼 鱼 对 还有就是江西的辣椒炒肉 辣椒炒肉 著名干菜 对 写上 对 有没有什么特定的想吃的菜呢 这个可能有点难 但是我希望就是 它不仅能满足我们三个地方的果位 可能有一点加息特色 很香 感觉是个不小挑战 这个是有点难度的 但是作为我们年味饭桌这个餐厅来说 可以给你搞定 感谢 感谢 好好 到时候见 拜拜 坟店长已经搞定了 什么呀 私人定制的菜单了 真不错啊 我们想想看这个创意菜该怎么办 我们要不要拿一个江西菜为基础 然后创意一下 你干什么 你在排边布阵是吗 开始 可曾听闻 赫州的四星望月 有 好像中间有一道那个 主菜 外面有四个不同的小菜 我们换一换 你是说四个小菜给换一换 四周的换一换 中间的还是我们这个四星望月的 中间煮菜嘛 按他们口味来嘛 店长 不愧是店长 好主意 要不我们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吧 就是采用这种四星望月的形式 来给我们的锦票 都是外地人嘛 带来一个家的温暖 没错 嗯 没错 四位老师 特别好 请坐 哇 您都是带着行李来的吗 好别式的行李啊 我带了香气菇 香气 香茹气聚 很精致 它有我们的一个香盒 它是反映了冬天的两种植物 叫梅竹仙圈 虽然寒冷 但是依然欣欣向荣 好好看 这是一套餐具 对 这是一套餐具 这底部真好看 这个是然后应用了一个咱们果花牡丹的一个设计 带着茶具 这是猪女红 然后是有这种残破的 有丁 对 有丁 这个公道碑 公道碑 这也是我一个建设 这漂亮 你看上面还有些是手捏的那个痕迹 记载 它这一套就是标准的公布茶具了 哇 老师们带来的东西真的是太好看 太美了 虽然我请你们吃饭 但是你既然带了餐具 是不是今天的菜得你来用这个餐具来装 我觉得才有意思 那必须的 那必须的 那可以的 接下来时间靠你们俩了 你们跟老师们喝喝茶聊聊天 我呢就去后厨给你们准备今天的年味美食 怎么样 好的 考虑 老师 我小心翼地拿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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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我要偷偷开一个小灶 好 可以出锅了 这三位锦德郑三帅 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呀 百摊 百摊 还真是创意市集 因为我们三个都是陶瓷大学的嘛 他们两个都是我师兄 对 那个时候毕业的话 我们的主要的跟社会接触的这种窗口 就是创意市集 所以大家都在这个市集都见面 所以大家摆摊什么的一聊就很熟了 所以当时也是被他们二位的才华所吸引 所以就想说互相认识一下 没错 他们的东西其实 其实坦言那个时候他俩做的东西比我的好 那现在 眼下之意 那想请问三位老师 你们在锦德镇哪儿 这个菜吃得惯吗 说实话 我是零八年到的锦德镇 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那本人 我们那边真的没有这么辣的 真的没有这么辣的 我记得我刚到大学 然后正当上就是我们一开学就军训嘛 一短短15天的军训的话 我报受了13斤 好像很多外地人对江西的第一印象就是 哇 菜是真的很辣 是真的 我们四川 四川怎么会觉得我们江西的太辣呢 我们四川是香辣 香辣 我们是纯辣 江西是真的 连四川人都说江西太辣 那杨老师的感觉怎么样 咱们江西菜 我江苏人你知道吗 我们江苏那边几乎不怎么吃辣 所以我也是跟我们赵磊一样 我来锦德镇的头一年 几乎是不断地在拉肚子中度过的 那后面嘛 其实你知道江西山多 到了夏天的时候 湿气比较重 所以有的时候你还必须得吃点辣 所以就逼着自己习惯慢慢地吃了 甚至现在有的时候过年回家的时候 家里人做的清淡 我可能还要准备一罐 那个 辣椒酱 辣椒酱 对 所以也慢慢习惯了 您看啊 三位老师在讲故事的时候 讲历程的时候 眼睛里是闪着光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三位 景飘啊 其实已经不飘了 对 他们已经有着灵魂的归宿了 他们已经在景德镇扎下了根 是的 那今天呢 我们牛肉饭桌 就精心为三位准备了 一桌子好吃的饭菜 那话不多说 我们准备 上桌啦 等我一下 我去做个菜给大家 没想到 我们四川的一个辣椒炒肉 四川的 来的时候的话 我也带了食材的 从那门古代了 然后地地道道的 俄罗斯的赌包 你看三位老师 总有一些惊喜给我们准备的 陈老师今天要给我们露一手 什么菜呢 青椒肉丝 好 那我们就开锅吧 我把这个先勾一下切呢 先放油 还有花椒 接下来放的是辣椒丝和生姜丝 泡椒 是泡椒的辣椒和泡椒的生姜 好 现在是青椒丝 皮线豆瓣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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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灵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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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到了吗 我们陈老师的青椒肉丝 我们陈老师的青椒肉丝 川版的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样的菜肴呢 带来然后我们额尔多丝的 然后特色赌包肉 来 好 第二步的话 然后我们需要 然后 葱节 葱节 还有那个 生姜片 生姜片 因为今天有陈伟在嘛 我们需要给他带一点花椒 他是四川人 真贴心啊 好兄弟 然后就是这个赌包肉的话 然后来需要下锅 这个赌包肉指的是羊肉 对 羊肉它是羊肚 然后里面包的 然后这个六腿肉 为什么叫六腿肉呢 就是羊一定在运动起来的话 然后它这个肉的话才够筋道 所以倔羊的 然后羊肉的话 它是圆圆比不上 然后六腿的 然后羊肉 然后开火 压多久呢 大火烧开锅 然后中火一小时 然后我们就可以吃到赌包肉 好 好的 老师们 同事们 美味佳肴 以上年味饭桌 香味扑鼻 不用多说 在开饭前呢 作为店长 我们要特别感谢赵老师 对本桌饭独家 贯民支持 谢谢 享受 相得一张啊 话不多说 开整 这个是自传版的辣椒炒肉 我来吃这一样 我来多尝一下 怎么样 我是这样觉得 它的这种是鲜辣鲜辣 然后那个辣呢 是就是我们经常在 在江西吃到的辣 对 两种辣都不一样 都不错 各有各的风味 这个就是咱 各各式的赌包肉 这个赌包肉感觉团团圆圆的 一咬就是汁水四一咬 还很嫩 外面的羊肚 特别的软烂 而且这个羊肉很鲜 没有山湾 不用粘这个粘料 就本身的这个鲜甜感就在了 原料就非常的好 我就专门炒一道 羊粥炒饭 这个一看就有食欲 我调料基本没有放多少 其实都是靠鸡汤 靠里面的食材 里面还放了马蹄 对 马蹄 笋丁 必须得感谢短小吃 让我在江西能吃到家乡的这个 这个 美味 真的真的 很 哎呀 感觉很激动 说没有注意到 那边那个方位 这几个菜 摆得特别有感觉 有设计 对 这就是当时杨老师打电话来 说的 要我们给你们做一个创意菜 能看出我们的创意在什么地方吗 这个是川菜吗 对 这是烤羊排 然后你看这个打开看看 家的味道 这是我们淮阳菜的 扬州的狮子头 对 这个是 蒸肉 为什么这个创意菜是这个样子的 江西菜当中呢 有一道名菜 叫四星望月 就是中间有一个菜 旁边有四个菜 望着它的感觉 那既然来到江西嘛 中间是我们的这个蒸肉 蒸蒸日上 旁边的这三个菜呢 就是来自内蒙古 来自我们的江苏 来自四川的代表菜 所以我们起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什么 星星向龙 因为又是龙年了嘛 对 不错 好 我们来一起品尝我们的蒸银菜吧 好 来来来 好 谢谢来 麻婆豆腐我也来一碗 麻婆豆腐香啊 怎么样 怎么样吗 看 其实咱们的节目做到现在这三位嘉宾 这三道菜的归属地的本地人都赞不绝口 我又觉得这一桌饭我们做的值 政府也值得了 有年味儿了 对不对 有年味儿了 其实这一桌的主题它就是四个字 美食 美气 这个气 这个气就是三位老师代表着景和正 还有景和正这一批的艺术家们带过来的一种生活的新气象 特别适合新年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也借三位老师你们的这样的情意 这样的坚毅 还有这样的好词器 向各位观众表达我们对在外游子的挂念和祝福 祝各位新的一年 此心安处便是无香 继续一路长红 一路顺利 世事平安 那让我们共同出演观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蒸蒸日上 新年快乐